Hello 大家好 記不記得水雨之前拍過一條影片 就是想10日減10磅的減肥片 那次就是記錄了 開頭的 現在就是看成果了 其實10日減10磅我就是失敗了 但其實這一個多兩個月 我都起碼減了6至8磅 最初是由 111磅減到 107磅 但107磅之後就平台期 好像比較難減少少 然後我還要 去台灣拍攝結婚 除了第一天我收斂了 少少之外 其餘的6天我是瘋狂狂吃 基本上一天吃6至7餐 即是未計那些 數街的食物 基本上每一天的正餐我都吃4餐 因為不知為什麼過了去 真的很想吃東西 可能在香港抑壓得太久 不斷吃不斷吃 見到東西都吃 無論在香港也好台灣也好 其實都要做少少的運動 還有我自己都會吃少少的食物 好像這一類型的乳清蛋白素 其實它最主要是幫你容易些 將脂肪轉化做肌肉 而且一來又可以 尾肌 亦都可以排走一些宿便 我自己的情況 就是一天喝一杯 其實它的味道有少少 像奶水的味道 有少少甜甜的 但它的味道是偏淡的 雖然在台灣我沒有去健身 不過我都會在酒店房 有時做一下抬腿 又或者在床上凌空踩單車 這些都可以做少少比沒有 但回到香港都要繼續做運動 但因為我弄傷了一隻手 兩隻手都脫掉了 變成重力的訓練 我就不能做了 只可以做一些太空漫步 又或者跑步 或者踩單車 這一類型比較輕便的小小運動 如果自問你自己是很喜歡吃的話 其實就是不妨做多一點點運動 其實每天30分鐘很輕便已經足夠 你想想自己可能每天吃4餐 你不停累積下來 其實是很多東西的 但是如果你不做運動 其實你沒辦法減得走 我當你不需要 比現在的體重要瘦 但是如果你不做一點點運動 去減走你吃多的東西的話 其實就有點於心不忍 你自己都 所以其實為了你想吃得好一點 多一點的話 其實做一點點運動 去減回平衡 其實我都覺得不錯的 我都知道做運動很辛苦 放了工作回來 可能都會很累 但是其實當你自己看到成果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一切都是很值得的 我由最初時的111磅 就減到現在105磅 但是我今早再上榜 其實我只剩104磅 希望今次這個資訊 都可以幫到大家 做多一點運動 其實真的沒事的 希望大家都加油了 拜拜